记得上期我跟各位说了 台湾问题就有特别的复杂性 这跟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不一样 香港澳门问题那就是殖民地 我们收回来了 国家强就收回来了 台湾既是美国霸权主义在这弄了个殖民地 更是过去解放战争残留下来的一个问题 地方割据政权 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这就复杂了吧 台湾这个岛子对于维护美国的霸权主义 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如果台湾没了 美国就第一岛链没了 第一岛链没了 第二岛链就守不住 美国呢就得退到哪 退到夏威夷 那现在美国把中国作为第一对手 第一个要削弱打击弄死的对象 他怎么可能放弃呢 这就是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啊 华山穷健 褒杨先生的文章对这问题的分析很深入 他说台湾的战略意义 对于中美来说 如同围棋中的劫财 台湾在美国手里 美国可以用它来遏制中国 反过来 如果局势逆转 台湾在中国人手里 中国海军则可以印马太平洋 冲出岛链围堵 你看看 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夏威夷都在哪呢 在图上看得可以很清楚啊 一旦岛链被拦腰切断 则东北亚 则东南亚 都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 如此一来 美国的全球的防务体系 全面崩溃啊 所以台湾的意义 不仅仅是围棋上的一个劫财 还是胜负手 胜负手 这个概念要大家明白 布阳先生分析认为 我们经常说一山不如二虎 国际关系也是一样 隔壁王奶奶常说 一个槽子刷不了两个教驴 只要在一个时期 地球上同时存在几个大国 那么长期的和平就是奢望 中国在过去国力比较微小的时候 美国又集中对付苏联的时候 美国人认为中国可以联合 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给中国一些那边边角角的技术 但是 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大踏步的前进几十年 走完了国外上百年的路程 而苏联又挥刀自宫 相信西方的普世价值鬼话 于是世界就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人稳稳当当的走到了今天 GDP世界第二的位置 美国人不干了吧 美国要追求绝对霸权 追求霸权就是追求生存 以及对世界权力的无限追求 这个事啊 我们不能简单的这个道德论 那好好先生的那套思维来理解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啊 小国想生存很简单 找个大国大头变败就行了 大国生存 那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只有他成为霸主 区域霸主 世界霸主 才能绝对安全 才能喘口气 生存的舒服一些 美国遏制中国那条明线 就是外围的岛链 根据美国人的防务纵身 可以划分为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 我们反复跟大家说了这个概念 事实上 美国的岛链围堵 美国那些航母 你就全开来 你也不能对中国怎么着 你能威胁我和跌覆中国吗 不可能啊 中国今天有足够的杀手间武器 专门伺候你的 你是我的菜 真正影响中美之间走向的 是美国在世界统治当中 安插的 无所不在的 暗线的出手 这就是军事所连 财经所连 文化所连 情报所连 还有今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能够看到的传媒所连 就是美国人搞的意识形态战争啊 就是美国中情局领导的 美国呢 民主基金会领导的 安插在中国各个方面的 早已经几十年的时间 排兵布局渗透进来的那些人 这个东西啊 更可怕 这才是美国手中真正的 王牌和底牌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一个国家的主权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它不仅仅局限于它的国土 我们国家有个概念 大家知道吧 国家总体安全观 总体主权 或者整体主权 还是用国家总体安全观来更准确 因为一个国家在军事 在财经 在文化 在情报 在传媒上 没有独立性 或者被人家渗透了 本来是应该是 没有很高的强度 结果那一碰就断 对吧 你就不具备总体主权 就要出问题 比方说 在关键的岗位上 假如有亚克布列夫那样的人 你查一查 谁叫亚克布列夫 那就完了 所以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和历史虚无主义过不去 所以我们为什么 在反击美国霸权主义的时候 我们在实现 祖国统一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和公知作斗争 首先揭穿他们 揭露他们 应该这么说 美国对中国不得是几条锁链 对中国来说 包括对俄罗斯来说 已经失效了 百年未有之变局 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说 一战二战奠定的改变世界秩序的那些规则 那个样态 过去还都是西方人主导的世界秩序 但是呢 现在情况变了 西方人不能绝对说了算 因为要让他们绝对说了算 那我们永远给他们做裤子 给他们做纽扣 给他们做打火机 两一条裤子换一架波音737 那怎么可以啊 我们要做5G 我们要做高铁 我们要做大飞机 我们要做空间站 我们要月球上驻人 不阳先生有个判断 提醒我们 他说我们有些人呢 空美妹妹重美时间久了 以为西方人统治世界很久很久了 其实美西方对这个世界的绝对统治 就是几十年的时间 因为从冷战结束 1991年 到现在可不就三十几年吗 是冷战结束之后 苏联帝国没有了 美国一抄毒霸 才到现在 那这三十几年里面是美国干嘛了 美国一直要削弱中俄这两个潜在对手 好多人 比方我的老朋友就认为 我们说说美国不是敌人 我们都顺着人家说些好话 我们不要呢 吓着人家 让人家好好的舒舒服服的 我们或许就能过这一关 庸人之论 不是这么回事 彻底削弱和瓦解中俄两个潜在的威胁美国霸权的对手 这美国人是绝不会放弃这个目标的 但是美国现在达到这个战略目的没有 没有啊 不但没有达到最近中俄两国 普京总统来中国访问 我们有一万多次的联合声明 这一万多次联合声明点了美国十三次摊牌了 所以台湾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展开的 波阳先生这篇文章虽然很短 但是从整个历史大事和中美博弈的大事 中美俄三角的关系的角度 以及呢二战之后 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台湾问题 我觉得是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明白的 欢迎大家去看华山穷健读波阳先生的文章 感谢收看再见